心碎滿地哭不出聲音 家屬苦等三百多天 只盼回冰冷遺體 憤怒群眾衝破封鎖 超過七十萬人上街 占領各地街頭公路 六位人質慘遭殺害 引爆以色列十月七號以來 最大規模抗疫 燃燒的烈焰比不過熊熊怒火 就算優勢軍警力搬人清場 民眾也不願離開 家屬的呼求早已深思力竭 國際社會的壓力恐怕也影響力不足 如今再加上罷工癱瘓經濟 以色列總工會宣布 九月二號起大罷工 特拉維夫機場也會關閉 許多產業工會和企業都響應 以色列國防部長格朗特 也發文表示 必須推翻先前的決定 不能再執著 駐兵加薩南部的廢城走廊 因為這是停火協議主要障礙之一 分析言辭批評 如果不是納坦雅胡的多變和政治盤算 人質根本不必犧牲 只是以色列當局仍然堅持都是別人的錯 同時也持續轟炸加薩 再度空襲一所充當避難所的學校 究竟不惜犧牲好幾萬人命 所求為何 加薩和以色列人民都想知道答案 今新聞 讀完美了高 王竹瑩報導 立刻下載今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繼續含 我能幫你 周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